Hello 大家好 我是蕭媽 今次這條片 我們會帶大家去日本參加花火大會 我們在7月26日參加了 在東京的一個花火大會 欣賞了非常精彩的煙花 這條片就會帶大家去那裡 現場直擊一下 大家一起去片 在每年的7至9月 日本各地都有成大的煙花會演 大家看看在地鐵站有多少人 就知道花火大會有多大吸引力 高沙這個地方 今晚有個花火大會 我們要看放煙花 為了融入當地 我們都買了一些壽司飯糰 坐在河邊 待會就會看放煙花 真的感受日本人的文化 他們都很喜歡 常常在暑假有很多花火大會 如果大家計劃夏天去日本旅行 不妨查一查他們花火大會的時間表 就可以安排在某一個晚上來參加花火大會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日本花火大會的冷知識 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第一場花火大會是何時舉行的呢 原來在1733年 日本人舉辦了第一場花火大會 距今已經有290年歷史 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花火大會 就是東京藕田村的花火大會 今年他們是7月28日舉行 不過因為我們不在東京 所以就沒有參加 不過大家可以欣賞到 7月26日舉辦的這場精彩花火大會 就是你們現在看的那場 另外原來在日本花火大會 都有守護神 他就是渡河大神 他是一隻咬住鑰匙含著粒豬的狐狸 因為舉辦花火大會的時節都是夏天 通常都是7至9月 天氣都是非常熱的 所以他們穿著浴衣薄薄的就對了 因為和服實在太厚了 如果穿出街實熱死他們 日本的花火大會 分為自由觀賞區 以及預留座位區 預留座位區 就要提前買票 你就可以留個位置看 而自由觀賞區 就是在當日花火大會的凌晨零時 你就可以去排隊去百位 大家現在就可以細心欣賞這場精彩的煙花 早送禮觀賞 煙花火大會 一條廈 我預測 第一集 全世界 世音為 燒駅 兩張大會 一條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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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